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集 今天是2021年6月8号星期二 今天早晨下雨 所以我们在走廊里面发一个视频 因为我们坚持每日更新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很多人都感觉每天都想看 所以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太极权的方向的问题 太极权我们在套路打套路的时候 那么我们按照正常的方向走的时候 我们在某一个单式的东西 某一个单招 我们讲那个方向呢 是左右两个方向应该都有 我们练的时候呢 可以把某一个招式换成左右都会 哪般左右都会 这个如果从套路上 从右到左 从左到右打出来呢 那非常比较困难 我们把太极权套路中间的某一个柿子拿出来 分为左右练习这就比较好 比如说我们的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 我要说的是什么 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白鹤亮词 比如说白鹤亮词 我们右手在上 左手在下 是这样 对吧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那么左手在上 那么这个呢 比如说我们在练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向 把这个单招 把它换成一个左右方向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那么呢 我们的脚也可以换 左脚向前一步 然后呢 做成正常的那个右手在上 然后呢 我们再转身 把右脚向前一步 换成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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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样练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对于 健身 比如说我就练着一个招 一个式子 活动活动 也可以 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方向 一个招式 两个方向都练了 对于积极防身自卫 那么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一这样技术 增加技术的全面性 但是它这个技术的全面性 不是像 去学拳击 去学这个 格斗 去学这个 散打 去学摔跤 指的不是这个方面的技术 技术上的全面 那么我们 明哥聊太极是聊太极的节目 所以我们说的是太极 不要往上面拉 就是很多有一部分吧 不是很多了 有个别的人 就是喜欢 硬把这个太极往格斗上拉 我们把它们都撇开我们自己讲自己的太极 那么现在 这是一个百合量质 那么我们一转身上右部 这也是一个百合量质 左边百合量质 你右边也可以百合量质 这样呢 你左右练 练习 我说的太极方面的技术 就会全面 那么 那么 在太极拳的每一个式子里 几乎都可以换成左右 你海底针你是右手向下的 对不对 右手向下 对不对 那你你左手 在下面 那也是一样 那也是一样 那么这一个 就需要练习 你不练习左右你就不会 好 那么这样呢 我们今天讲的关于这个太极拳的单招方向的问题 就是 每一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它撑出来 进行一个左右的训练 左右的训练 比如说 你搬蓝锤 搬蓝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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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如果有时间有兴趣 对这个有兴趣 想把这个技术搞全面的话 那么你这个搬蓝锤 搬蓝锤 搬蓝锤 你是右手是拳 对吧 那么你也改成左手 对吧 左手是拳 你可以改成左手是拳 搬蓝锤 这样你的技术就全面了 那这样对防身自卫 就是技机方面来说呢 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当我们的位置和角度 适合用左手的时候 但是你左手没有练 你不会 那你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了 你这个角度适合左手 那你当然 你这个角度适合右手再上 别人是 比如说对方是 右边的手 那你这样 你感觉这个手 下面挡蓝锤 可以动 但是呢 假如是这边 那你说这边有东西 你没有不会了 那我要是方向呢 进行一个反方向的练习 每一招都把方向反过来练了 你看 我这就可以动 是吧 就可以动 那么单边 比如说 那么单边 那也是一样 那云手我像 比如说云手是像这边 一般的云手都向左边走 对吧 那我向右边走 那我向右边走 那左边也可以走 但是有一个就是 在太极 杨士海一拳里面呢 柳西敖步 那么他左柳西敖步 你看他用左柳西敖步 左右柳西敖步 左右左右都有 他套路也就有 那当然你不需要专门抽出来 专门去改动去练 对 那个像那个 还有像那个 倒脸猴 倒脸猴也有左右 左右 也有左右 倒脸猴也有左右 倒脸猴也有左右 柳西敖步都有左右 那么这个呢 你就不需要专门打开 对不对 基本上在太极拳的事实里面 包含左右的有很多 就是问题就是一个 你像野马分钟也是 野马分钟左右 野马分钟左右野马分钟 左右野马分钟 就是在你在泰拳套路里面 他有的只有一个 你搬蓝锤 搬蓝锤 他只有 他只有一个 有右边有拳的 还有一个就是像这样的这个 散通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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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在上 左手在前的 这个杨士坦以前 那你就是 你把他 右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的 这一种 也练一下 他没有 套路里没有 那有的朋友可能要问 套路里没有我们 为什么要练的 是不是改权了 不是 这不叫改权 这不是改权 这是我们在 我们小时候 就是我小时候 在学额眉拳 这个太极拳的时候 就是也是这样的 小时候学的时候 这个老师他就说 一诗变三诗 一个诗可以变成三个诗 可以自己去变化 去变化 当然这个变化 需要自己去揣摩 那老师教的那个套路 他只是一个样子 只是一个模子 让你照着描 这个描红描绘了 你自己写字 怎么写 那是你的事情 那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方法 大家喜欢的 你可以练 当然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这样练 那你就不这样练 这很简单 不要 一说什么东西 就是说 什么道理 什么道理 哎呀 这个道理多了 这个理论也多了 甚至有的人还 这个科学 那个科学 那就没办法 他民间传的东西 他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在 就是说 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们就照这样去做就行了 那个太极拳的这个套路是实的 那前人前辈 边看了套路 我在这里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套路 寧愿 怎么样说呢 就是应该不要改 有一个太极名家叫什么不知道 他有一句话叫打死不改架路 就是我这个权架 老师教的是这样的 那我是这样的 即使我被打死了 我我练的时候 我都不能把这个权改掉 把这个架子改掉 打死不改权架 打死不改架 打死不改架 他的意思就是 就是不要 尽量不要改动全数 前辈的人流传下来的东西 他传承下来的那个招说 他是经过千垂百年 很多代人的检验 你一个人 一代人 你脑门一热 一拍脑门就把这个事改掉了 我认为这种老师 我觉得也是不负责任 相反的说 这也是泰国圈实传的原因 一个兴趣 每个人都想标信利益 那么我今天说的这个方向的问题 和改权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就是我们把这个单招 单招拿出来 左右练 左右练 这个就是增加一点你的这个 契机方面的一个技术 全面性 增加的这个全面性 那么我说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喜欢的可以练 你不喜欢的可以不要练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我个人感觉如果有 有很多事 可以作为左右互换 左右互换 你看左经济独立 右经济独立 它都有左右 左右 左右 你这样呢 把那个其中有些东西 可以把它 有没有左右的 可以把它加一点 这个就是这个 我感觉就是这个白鹤亮刺这个事 白鹤亮刺这个事 没有左右 所以你要把左边也练一下 还有其他的你自己去找 那套路你本来就有了 就不要了 你看左经济独立 右经济独立 左搂小步 右搂小步 左掩把分钟 右掩把分钟 那有的就不要了 好 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 那个没有左或者没有右 它少一个 不是光左或者光右 就是你有左的你练右的 有右的你可以练左的 他左右都有的你正好就不要了 你跟套路一样的 就单独把它拿出来 进行一个变化 灵活的去断电解 好 那么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 就聊那么多 这个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 这个 试一下呢 这个对我们呢 是应该有好处的 这是我自己喜欢 哪天 比如说我试着 我不试试 我试试 我把它改动成为一个 进 退 我把它改成这样 当然这不是改权 这是练单招 注意 这一点一定要明白 嗯 好 那么 改权我是反对的 这个这个态度 我是非常反对的 啊 这改权 我最反对的是改权 啊 这个 杨成土的 赤子 杨正基 啊 他在生前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就是说 嗯 我就守着老祖宗的这一点东西 守 祖宗上传下来这点东西 我就守着这一点 啊 守到老死 守得住就守 守不住就不守 守不住呢 你死了呢 大家都不这样打 那你没办法了 对不对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样练拳 嗯 他这个过去 原来我说过了 就是说 在 嗯 五几年的时候 就是全国的太极拳比赛中间 杨正基 没有拿到名次 结果贫磊 嗯 知道了他是杨成土的儿子 他就是杨家的杨家的人 杨家的权 结果他拿不到名次呢 结果就给他搞了一个名次 安了一个名次 嗯 说他 没有立正呀 要扣分呀 这个 嗯 故事 那么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明 嗯 杨正基呢 就是说 他就是说 你扣分也好 我比赛不拿名次也好 我一定要把主上传 前辈传承下来的东西 老老实实的传承下来 不进行改动 那么这里我要讲了 嗯 嗯 就是 很多东 很多 很多人 都喜欢改动过的东西 因为什么 他改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人 所以人都喜欢改动过的东西 我个人不喜欢 我个人就喜欢 传承下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好 今天我们就聊那么多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再接着聊 好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